后颜凯泰时代的育龙 究竟会成王还是败寇 且看严惩历廉 如何翻转育龙的未来 大家好 我是你的投资好妈记燕良 想要跟大家聊聊 一家公司 老字号公司 大家都听过的公司 就是总部位在新店的育龙集团 谈到育龙 大家现在的第一直觉 应该想到就是路上看得到的 自由品牌 纳智姐汽车 事实上育龙集团的事业版图 不只是汽车而已 还包括了纺织 然后金融与周边事业 就建设这一块 那育龙集团 此外他也经营了篮球队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他长期经营篮球队 包括男子的跟女子的 育龙恐龙篮球队 以及台湾女子篮球队 因为篮球不仅是 已故的严凯泰董事长 她的最爱 也是牵起她跟太太 严成立联姻缘的一个桥梁 严凯泰的太太 先任的育龙董事长 严成立联小姐 她是前女男国手 而且还是当时的队长 厉害了吧 所以这一段很少见 企业家跟运动家 一个巧妙的结合 可是在企业界 一直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好 那回来看育龙 目前育龙集团 在台湾的上市柜公司 包括我们公司育龙 然后中华车 育日车 江森 嘉育 西府 跟育龙 那么本节节目的重心 主要是在讨论 育龙集团现在 极力发展的自由品牌 纳智杰 早在严凯泰 推出自由品牌 纳智杰之前 他的爸爸 严庆林先生 过去也曾经 打造过 自己开发 飞龙 101车系 但是当时是失败的 导致育龙的财务大伤 然后赶紧把 他的儿子 从美国叫回来 1989年 严凯泰归国之后 开始重新整顿经营 也成功地改善了 育龙当时的体质 那时候评价很高 那时候的 从中的媒体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他 少主中心 把当时岂岂可危的 育龙集团 完整地就上来了 但是 严凯泰 看到育龙集团这些年下来 也接了一些实力 他没有忘记自己父亲 严庆林先生 国车国照的遗志 因为台湾一直没有 自由品牌的车子 应该说曾经有的 现在都消失了 他是觉得台湾应该要有 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个实力 所以他决定在2009年 发表自由品牌 纳智杰 其实严凯泰当时就告诉自己 也告诉媒体 这条路不好走 但是他毕竟身为一个企业家 要有这样的决心跟毅力 同时要完成自己跟父亲 所要完成的梦想 那时候要告诉媒体 这一场投资自由品牌 纳智杰 是一场马拉松 而且这样马拉松 要长达20到25年 可惜的是 严凯泰先生最终不敌并魔 来不及看到 纳智杰的成功 就已经在2018年12月 因为食道矮离世了 严凯泰在一年早逝之后 这个 玉龙集团的重担 直接落在他的妻子 严陈丽莲身上 所以玉龙集团正式进入了 后严凯泰的时代 那虽然严陈丽莲 他的专长是体育 但是他把过去 在篮球场上的智慧 应用在公生经营上面 他会议上面告诉所有的 高阶主管 打篮球不是只有进攻 还有防守 他把这样的观念 把它导入在 现在的企业经营上面 所以他开始解释玉龙集团 必须把一些不必要的项目 太除掉 否则财务压力实在太大了 最动大的一个决定 莫过于在2019年10月 当时各位知道 新店玉龙城 这个住宅开发案 要投资超过500亿 但是大规模投资 相对的财务压力也很大 要跟银行借很多钱 他一然决然暂时 好先停摆 因为当时的玉龙 如果真的做下去之后 后面又被财务压得喘不过气 他选择 我宁可付出是多亿 前期的违约金 也不要一路要投下去 他当时做的决定 也让你清楚 我现在不这样做的话 后面真的有可能是 成为压垮玉龙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外呢 纳智杰 2019年纳智杰在台湾 只有销售4127辆 甚至在对岸 曾经出现单月销售挂领 在对岸是非常的失败 然后于是他也决定了 好吧 这样中国市场是失败的 就不要在那边耗着 于是在2020年11月 纳智杰正式宣布 退出中国市场 这一个手法 叫做壮士断碗 但会认立很多的财务亏损 但是如果不断的话 后面的缺口一定会更大 另外呢 在2020年的一个10月份 玉龙将旗下负责开发的 华丧车店这个事业部 拿出来跟鸿海进行合资 成立了现在的鸿华先进 并且是鸿海持股51% 又有49% 合资公司通常常见就是一个51% 一个49% 代表说由谁获得主导权 所以很明显 他把这个部门跟鸿海合作之后 是把主导权让给了鸿海 那在外界眼中 玉龙你很吃亏 你在几十年下来 华丧车店有钱 有人有设备 还有完整的几十年经验 全部送给鸿海 但是严成立连他 我觉得他很清楚 靠自己不行 必须要做出这一步 才有机会翻转纳智杰的未来 那其实纳智杰在2019年底 有推出一款新车系 URX 主打像是5加1 7加1 这种福祉车多功能车 也的确成功的把总销量 在去年提升到4600辆 是进步的 很少有再进步的了 但是呢 目前在售的三种车款 除了U6 U6本身还有小改款 但是URX今年没有改款 U7大型是UV 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改款了 所以因为其他家的车子都在不断的改款 不断的进步 但是纳智杰没有变 所以使得前九个月销售量 又掉到了剩下3000辆 去年4600 这样算起来的话 全年度大概走4000辆左右了 这样比例来看 所以有可能比前年的4127辆还要低 也就是说去年好不会成长 但今年却是往下掉 那大家就在探讨 纳智杰有心想要玩的话 为什么UXU7没有改款 但是U6改款也很烂 还在用六速的这个变速箱非常的差 那是因为原本裕隆预计要把资源放在一款新车 全新性能的MBU性能车 原本预计今年下半年要登场 使用的是2.0公升的一个涡轮引擎 马力可以高达300匹 前面裕隆的车大概都是维持在200匹左右 算很厉害 还是要减度到300匹马力 但是这一个让大家期待的新车却停摆了 主要是因为合资公司红华先进 它的整体营运开发策略改变了 它过去来讲可能会专心想要做汽油车或油电车等等 但是现在红海主导之后希望它全力去做电动车 接下来就把这一套电动车的这种系统导进去以后 有机会在一到两年之内 用全新的纯电动车MBU的形式来跟大家做见面 那目前国内的电动车售价普遍偏高 但大部分都是特斯拉居多 最便宜的 然后里程数要长一点 大概快200 也不含任何选配 大家知道国内的特斯拉就只有Model X Model Y没有进 Model X大型的休旅车 那一台300多400万也很贵 所以市场上普遍对纳智杰的MBU电动车 现在是抱持高度的期待性 有可能可以出现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 而且它的车型可能会比较接近于中型SUV 比较符合现在社会上的主流 那未来这台车如果在台湾上市卖得不错 也有可能在出口到东南亚 甚至反过去重新进军到中国市场 那我平心而论 目前纳智杰在售的U6 U7跟URX 其实妥善率比以前早期的S3那种好很多了 但是对人家诟病的还是在于油耗 可是毕竟它马力人家是202匹 马力大钢板真的比较厚 另外就是它变速箱弄得比较烂的 人家是八速九速了 它还来用六速的 所以算起来油耗绝对不漂亮 纳智杰在对他卖得很差的原因就是 油耗真的太丑了 但未来如果纳智杰的新车是做成纯电动车 那不就没有油耗问题了吗 只有续航里程数的问题 那另外鸿海集团组了NIH联盟 严凯泰规划的时间之内 当时2009年说20年到25年 也就是加上去之后 严凯泰原本预估 纳智杰应该要到2029到2034年之间 才有一天机会 那也许到达几年之后 纳智杰可以在全球车场当中 有自己小小的一片天地 那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本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影片欢迎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见